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學好 我們一點是上裡面我們提到 就是我們為了算一個數字 B的低次方屬於N的余數是不等於K 我們必須用一個性質就是 兩個數字相乘之後再取余數的結果 會等於兩個數字先取余數之後相乘 再取余數的結果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套用在式子上面 但是B的低次方上面 B的低次方是B字幾乘自己乘D次 B字乘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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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D次 所以說它有D-1乘法 因為兩個乘在一起 D-1乘法 所以說我們可以在這B-1乘法中間 每一次乘一個新的B之後 如果假設我們算出B的G次方 某一個G G是G次方的話 我們要算B的G次方 除以N的余數是多少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算B除以N的余數多少 B除以N的余數只是B 因為B就是另外一個東西 本來之前取余數之後 除以N的余數的結果 然後我們可以算B的G-1次方 除以N的余數 然後這兩個相乘之後 再除以N的余數 然後我們就可以算出 整個東西的余數是多少 對 那我們接下來試著用這個 所以說如果我們知道B的G-1次方 除以N的余數是多少 然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算出B的G次方 除以N的余數是多少 那接下來我們就試著用這個 如果對於所有G在0到D之間的數值都適用 所以說最終當G等於D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算出B的D次方 除以N的余數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試著用這個概念來算看看 就是用拍送程式來算看看 看怎麼算不算出來 那你看這個試著這個拍送函數 微的變量是G 因為B跟D會不斷的用到 看N 就是N和B會不斷的用到 所以說N跟B 我們不需要當作參數 它會不斷的用到 會不斷變動的東西是G 所以說這個式子裡面 如果我們要算這個式子的話 G等於0的時候 就是0次方的話 那0次方的結果是1 那除以不管任何數的余數 除以不管大於1 1除以任何數 除以大於1的數字的余數都是1 對不對 所以說 那我們知道N一定大於1 這個當G等於0的時候 答案一定是1 那如果G不等於0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B乘以 那我們知道B 我們雖然剛剛的事情沒有B除以N的余數 但是其實B本來的範圍是在 B本來就已經是除以N之後的余數的結果 所以說這邊我們就不用再除以N的余數了 就是B 那它會等於自己算G-1的時候 G-1是什麼? G就是B的G-1次方 這函數帶G-1結果就是B的G-1次方 除以N的余數的結果 所以B乘以B的G-1次方 除以N的余數的結果 先想乘 乘完之後再除以N 然後去余數 再看除以N的余數多少 然後帶進去 繼續計算 我們要驗算的東西是 它的D次方除以K 它的D次方 它的D G等於D的時候 就是B的D次方 除以N的余數的結果 是不是K 如果大家實際執行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幾秒鐘之內 你就可以得到結果 他會自己呼叫自己 呼叫2971次之後 然後就死了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呼叫自己的次數太多 然後對於拍送程式的言 他自己呼叫自己的次數 大概上限就是2000多次左右 這邊2971次 所以說這樣子 雖然這樣子比較快 但是你知道我們D是多少? 我們D是1024bit長的數字 所以說 但是這邊只會有大概2000多次 不超過4096 4096是12的11次方 不超過2的11次方 不超過11bit的數字 但是我們的D可以是2048bit的數字 這個有點懸殊 雖然說這樣的計算 好像我們把每一步計算過程的數字都變小了 但是這樣的計算 還是沒辦法告訴我們計算的結果 那為了要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們要試著用別的方法 那注意我們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算B的第一次方除N的余數 如果我們要計算B的第一次方除N的余數的時候 我們之前就純粹的就是 不斷的B的N次方 就是B自己乘自己 然後不斷的乘D次 然後再除N 那有沒有方法 可能比較好的做法是 但中間 所以中間 每一個B的G次方除N的余數 我們都要納入計算 就才能得到結果 對不對 但是這樣就是 會不小心就容易超過上限 所以說 比較好的做法是 因為上限就是 2的11次方 但是我們要2的2048次方 所以說 比較好的做法是 如果一次我們要砍半 就是 B的G次方除N的余數 會相當於 B的G除以2 就是 次方 除N的余數 就是 我們假設 我們一次可以砍半 也就是說 我們先把 B的第一次方 B的二分之第一次方 除N的余數算出來 那我們再算 B的二分之第一次 看D是 2分之第一次 D是基礎偶數 當然我們就是選 因為我們要選整數 所以說 我們要選 比它小的最大整數 但是 另外這邊是 B D除以2的整數 我們要乘起來等於D 所以就是 B的第一次方 減掉剛剛那個數字 也就是說我們剪的切半 切兩半幾乎一樣 那這樣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 如果本來是2048bit的數字 我們接下來 我們只要比較 算出兩個B的1024bit數字 和另一個B的1024bit數字 除以N的余數多少就好 也就是說 中間所有B的 超過1024bit 就是我們剛剛的計算過程之中 我們會需要計算 B超過1024bit的指數 除以N的余數多少 中間的計算過程 會用到這些數字 但是 我們現在 如果這樣子對半切的時候 我們就中間 B的超過1024bit數字 就都不需要 就是 我們直接 因為 因為那個G 我們直接用 小於2024bit的G 來計算就好了 所以說 我們中間這些 比較大的G 就是G等於 大於 二分之低的G 我們都不用算了 這樣子 會不會加速我們計算呢? 可能會 如果我們把這個 該寫的程式的話 它會寫成像這個樣子的程式 就是 如果我們要算 某個G的話 G等於0的時候是1 當然是1 這時候我們要G等於1的情況 因為G等於1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把它切割 但是G等於1的情況之下 這邊會是0 這邊會是 還是B的一次方除以N的余數 所以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要算B的一次方除以N的余數多少 那就是B 這邊的話 會用到 就是 B G除以2的余數是多少 那 G除以2的余數是 G除以2的3 所以G除以2的3 所以我們要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結果 相當於G除以2的余數 乘上G除以2 G除以2的余數 G除以2的余數 然後除以N的余數 和G除以2的余數 和G除以2的余數 然後除以N的余數 然後這兩數相乘之後 再除以N的余數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要算G D的時候 的數字是多少 然後我們算這個東西 B的第一次方 除以N的余數 是K 好 然後我們實際的 如果執行Python程式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 它會變成一樣 跑不出來 跑了就是 90幾分鐘 超過一個小時 還是沒有跑出來 那如果我實際試過 可能睡個覺醒來 還是我們電動跑不出來 另外就是 這個東西 還是 還是太大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 就是我們現在不需要 我們現在 我們只要算 B的1024bit以下的 指數除以N的余數多少 但是這個數字還是有點多 就是 B的1024bit以下的 數字的余數 這個數字還挺多的 但是我們最高 recussion上限是大約4000 不超過2的11次 但是我們要 我們要計算2的1024bit 就是2的1024次方 下 B的2的1024次方 的那個數字 除以N的余數 總結 就是超過的不用算 就是小的那個 可能都要算 可能要算 確定 所以就是說 這個有幫我們省時間 但是並沒有省太多 也就是然後 它也沒有算完 那如果我們要算 讓這個計算完成 我們要怎麼做計算呢 如果我們要讓這個計算完成的話 比較好的計算方式 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 我們可以把剛剛這兩個 的計算的概念 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剛剛做的事情是 我們把它拆兩半 那如果 如果 G是偶數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 東西我們可以做 簡化 就是 G是偶數的時候 G除以2的商 和 G減掉G除以2的商 是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算 G除以2的商 B乘以B的G除以2的商的次方 除以N的余數 整個余數的平方 平方之後再除以N的余數 比如說我們不用算這個東西一遍 再算這個東西一遍 然後最後把它們相乘 然後再除以N的余數 而是我們算這個東西一遍 然後讓它自己做平方 我們就不用再重新算一次了 平方就好 然後再除以N的余數 所以如果 G是偶數的時候 這個計算過程是快的 比G是奇數的時候 我們就用本來的方法 然後算 我們算B的G-1次方 除以N的余數 還有B除以N的余數 那B除以N的余數 就是B 所以這個也是快的 然後B乘以G-1次方 除以N的余數 那因為G本來是奇數 簡易之後就變成偶數了 所以說這個計算 我們沒有用到太多方法來做計算 還行 沒有那麼慢 對 變成偶數的Case 偶數就 我們用偶數的方法 剛剛那個偶數的方法 就是不用 沒有讓B的G-1次方分裂 就是讓它一樣 都是同一個脈絡 一直算下去 所以說 我們要試用這個方法算 的話可能會快一點點 好 但是我們接下來下一個投影片是說 如果我們試著實際 把這個計算方法 寫成層次去算的話 我們會發現就是 就是我們CG計算的時候 它還是算不出來 然後它會 它沒有列出多少 但是它4秒的時候就算不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recursion的次數 大概約會不超過4000次 差不多等於就是我們 Python可以接受次數 但是至少對這個版本Python 它接受recursion的次數只有2,900 是2,000多一點點 所以說它可能沒辦法 對recursion的話 它可能沒辦法算出 這個recursion的結果有多少 所以說為了處理這個問題 有兩種解決辦法 第一種解決辦法是 就是我們Python沒有特別 這個Python本來寫法 沒有針對recursion做優化 所以我們可以換另一個版本Python 有針對recursion做優化的Python 然後來試著讓它 能夠用那種Python 說不定就算得比較快 能夠把它算出來 第二個可能性的事情是 就是我們在不要recursion來寫這個程式 而把這個改成迴圈來寫 改成迴圈之後 它Python算迴圈次數 就比較次數沒有上限 沒有上限 基本上沒有上限 所以說之後整個overflow問題 它沒有recursion上限 所以說如果要迴圈來寫的話 就是會比較 也比較不會碰到recursion次數 超過的問題 下一個單元我們就 我們就試用第一種方法來討論說 如果我們裝另一個版本Python看看 另一個版本對recursion 可以算比較多層的Python 然後這樣是不是這個樣子 程式一樣可以把它算出來